大家好,我是王云 这期海动专题的话题是马尔克和大妈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进入正题 马尔克和大妈的会谈 关于大妈和马尔克 为什么会在992号的军中 突然相遇的问题 在一个多年前的852期海动专题 我们就已经提前做过非常明确的护车说明 而这期海动专题我们就略过这个相遇的原因 打击这些从两人相遇后 将中间牵线的陪伦随陆罗的简单会谈来说起 大妈非常正乱无言的对陪伦随陆罗说 和凯特结盟是我已经决定的事情 但当陪伦随陆罗十分小心翼翼的说 可是我们的家族成员是想让您成为海贼王后 大妈就说到这种事情我当然明白 难道你不相信老娘吗 那我就放心了 于是陪伦随陆罗就这样被大妈说服 而其中所可能反映出的也就是 大妈虽然会不顾劝阻继续保持和凯特结盟 但由于最后要当上海贼王的可就是大妈 因此大妈其实可能就已经做好准备 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背叛凯特 而如果这个时间点就是和之国的话 那基本就会和B64前还能专题我们所顾着的一样 是由大妈在凯特 已经被东方实力严重削弱之后 再出面真正杀死凯特 而如果这个时间点是大妈凯特 原本所计划的先一起统治世界之后 那解释可能就不是大妈先出卖凯特的问题 而是凯特一方率先出卖大妈 只不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 凯特恐怕就很难度过和中国这一关 因此除非是伟田老师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杀死凯特 因为四皇大妈亲自出动 那就很难会将大妈对凯特的背叛 在剧情上搬到台面上来 而我们只需要知道的也就是 从冰火岛的罗宾开始 伟田就一直让不同的人反复说明了这句话 那就是背叛在海贼世界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到 马尔克的回谈内容环节 那就意味着共同推至恶鬼的目的 就此结束了吧 结果被你摆了一道陪死陪罗 由马尔克说出这句推至恶鬼 那基本就已经表明 身为不死亡的他 也就是陶太郎传上中的那只 帮助陶太郎打鬼的直击 而陶太郎小猴子小狗和直击 这四面打鬼大将中的小狗 也就是赤桥犬 也已经在鬼岛楼顶和鬼王凯特开战 马尔克没想到像你这种水平的男人 居然会帮助的群毛头小子 看到白胡子惨党也走上了歪路啊 当妈对马尔克的话虽然带有这几分讽刺异味 但其实也是对马尔克的实力 以及江湖地位的强势认可 毕竟他可是曾经最强男人白胡子的复华 马尔克的个性和长相 都归于随和和平易近人 因此尤其是和盛情灵人的近相比 他总给人好像不那么强的错觉 但这种在679级亚当专题 我们已经强调过的 马尔克和火在近的实力 我们可是选择了马尔克和旅生一筹 而且他还是一个 在战场上有着关键作用 用不死鸟再生能力的医生 这样的存在根本就可以成为是 草马陶太郎一方的最强援军 以这点来说 当看到 陶太郎就有草莫一方的两王源兔子同学加勒特 突然重来要找在大妈一旁的 克里斯皮罗报仇时 马尔克自然就不会 对这位毛病兔的女孩置之不理 而以这点在进一步固执来说 在两人相对和谐的回谈之后 马尔克和死亡大妈很可能也就会 因为突然创出的兔子而引发大战 好了 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东分题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